好 我們看範例一的部分 範例一考的是這個是非題 那他說對的打圈 錯的把它定證一下 好 那我們開始看 他這邊告訴你是不是 請你拿起你的電板跟筆 想一下就可以了 這題目不難 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 以支平面外面 有個平面 外面有個點 然後呢 他說剛好會有一條直線 跟這個平面平行 好 你覺得對不對 對還是錯 來 請你拿你的筆跟直就知道了 來 你看一下這邊 如果這是個平面 哪裡有個點 這裡有個點 請問你 通過這個點 握幾條線 通過這個點 應該是無線多條吧 這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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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回答我 這個 我先拿這個電子 沒有 這個板子啊 是平面 這是筆 是那條直線 請問你 我握幾個平面跟 欸 我會有條直線跟這個平面平行 已經讓我把多確認對不對 答案是無線多可 而且上面有個下面也會有很多可 這樣懂嗎 所以答案他說 恰有一條 肯定是錯的吧 對不對 所以第一題 打叉 原因是 不是一條 而是無線多條 無線多條 好 那圖的話 你如果拉掛大概就長這個樣 就是這個平面 那這條也是平行嘛 這條也是平行嘛 這條也是平行嘛 這條是平行嘛 對不對 就是 這個線跟這個線跟這個線 都通過於這個點 但它們都很像這個平面 是平行的 這樣子 回來齁 好 第二個呢 他說 已知直線外面有一點 那麼 已知直線外面的一點 然後呢 恰有一個平面呢 跟這個直線垂直 什麼意思 他說 我先有一個直線 然後外面有一個點 好 請問你 通過這個點的平面 或幾個 通過這個點的平面 應該是無線多個吧 好 那請問你 會有幾條線跟這個直線呢 或幾個平面 會跟它垂直 什麼垂直知道嗎 不好意思 這個你又要畫看圖了 就是那條直線啊 就是那個平面啊 請問你 然後這個點是固定的喔 現在想像一下我小指頭 這平面是固定的 請問你 過這個點 而且要跟這條線垂直的 或幾個 這個 對不對 還有別人 過這點的平面不是可以有一線多個嗎 繞繞繞繞繞 隨便我去繞都可以 對不對 可是通繞繞繞繞的呢 肯定只有一個嘛 就只有這個而已啦 還有別人 第二條嗎 沒了 對不對 所以答案呢 對不對 對 一直線外面一個點 打圈 好 然後呢 三個點可以決定 唯一的裡面 對不對 他說空間中相依三點 可以決定唯一裡面 哇 看起來太正確了 答案是錯的 相依三點 我們講這三點來幹嘛 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不共線啊 如果這三個點 都在同一個直線上面的話 請問你 通過這三個點的那個直線 通過這三個點 如果這三個點是共線的話 請問你 通過這樣直線的平面或幾個 當然答案是無線路的嘛 對不對 所以答案呢 就錯了 好 第四個 如果兩個平面 E1 跟 E2 然後呢 相較於直線跟 L 然後呢 如果這個平面 E 跟 L 垂直的話 則它也必須跟它垂直 這個都不對 這個就要需要想像力啊 來畫圖 就是要畫圖的 所以 他們錄的可能沒有辦法看到 我們想像一下 我們看這邊 比如說第一個 你先回答我一下 這是個平面 這是另外一個平面 它們的兩個焦點在哪裡 所以就是這條線 對不對 然後呢 它說 如果現在有第三個平面 跟這條線垂直 好 請問你 我垂直的同時 會不會同時跟另外兩個平面垂直 會吧 對不對 看得出來嗎 我說這個 現在我拿這張紙有沒有 這張紙跟這張紙交點 就是這條直線嘛 就是這個地方 這條直線嘛 對不對 我說如果現在有第三個平面 E 跟這條直線垂直的話 請問你會同時跟另外兩個平面垂直 會 所以答案會 你用那個值 用值跟比比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答案也會 OK 好 第五個 他說 如果直線中 L 跟 M 相交 那顯示互相垂直的 則 如果 M 在平面 E 上面的話 則 L 也必然跟 E 垂直 好 這個可能我們要稍微看一下 他的意思是這樣說的 L 跟 M 垂直 L 跟 M 垂直 這是 L 這是 M 那麼他說 如果 對不起 所以 M 在這邊 然後呢 他說如果 M 在 E 上面的話 則 L 跟 E 也會垂直 你覺得會不會垂直 你覺得會不會垂直 會不會 看懂他的意思嗎 來 我們想像一下 這是兩支筆 兩個固章垂直的 然後我告訴你說 這個 E 這個藍色這個筆的平面呢 可能是這樣子 也可能是這樣子 也可能是這樣子 只是你亂亂動亂動 要請問你 我會不會跟黑色垂直 不一定吧 不一定吧 因為有可能 剛剛有一個平... 你聽懂我講什麼嗎 他說 M 在平面 E 上面 也就是說這個藍色的筆上面 可能會有一個平面 那平面可能長這個樣子的吧 對不對 那如果你如果這個是黑色的話 請問你他們兩個會平行嗎 欸他們兩個會隨時嗎 不一定吧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不一定的 你用那個一樣的拉子比 就是 比一下這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但是不一定 原因是不一定 這圖你可能要稍微畫一下 那這個樣子的話 你這樣畫的最簡單的拉 就是 有可能 L 跟 M 有沒有 第五個答案啊 L 跟 M 啊 這兩條直線 剛好就在那個 E 上面 這樣就有可能 對不對 我舉個法力的值 就可以得證 OK 好 所以當然是 插圈 插圈 插